档案总管 我们的档案总管在右边这里 当你启动档案总管之后 预设的会是自己的家目录 一般使用者你的资料都要放在家目录以下 在家目录下面有各种不同的资料夹 可以放东西 资料夹这是每一个资料夹 这个有一个箭头的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捷径 事实上我们来说图片跟Pictures 这两个是相同的 点两下 看他是到Pictures里面 里面有桌布有各种图片 那我们预设我们的档案总管 会帮大家把它看得懂的程式 可以的话 要运用缩图的方式告诉大家 在左边这边有位置 是你所有的 你电脑上面你可以选择的位置 最近开启过的程式 加目录 加目录下有桌面有档案 你需要的你都可以把它加到这边 包括网路上的东西都可以 那我们的随身碟或者其他的东西 当你插入之后 自动会帮你挂载起来 放在你需要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档案总管它的好处 假设我们插上随身碟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随身碟马上会被启用 这边有个16G的随身碟 如果我要推出随身碟 只要按这一个 好像我们在使用路放音机 路放音机里面有个跳出的链 点一下 我们随身碟就可以拿出来 相当方便的 它会自动帮你把随身碟挂起来 然后把东西给大家看 非常好用的东西 在加目录 可以放你的资料 那我们自己要新增资料按右键 选择新增资料夹 你可以新增档案 那如果你要想看资料夹的属性 按右键 属性 这边看得到我们的资料夹一些资料 有权限的设定 要不要共用 通常我们的共用 我们比较少在用 那如果不喜欢这种显示方式 你可以选择 所谓的详细资料的方式 它按照 电脑这个时候就不会帮大家 把缩图放出来了 像这样 那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检视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搜寻 利用搜寻 这个搜寻功能相当强 点一下搜寻 我要找的是什么 我要找的是 比方说png的图 哇原来我们电脑里面 在加目录下 有这么多个png的图可以使用 你可以点一下看一下 所以我们的档案总管功能相当相当的强大 那有时候说那我这边的档案万一不见了呢 我怎么开启 我们的档案总管的名称叫 哪有提示 这个 你打NAU 在DASH工作列里面打NAU 就可以启动我们的档案总管 一样会起来 或者说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Ubuntu的工作按钮里面 我们的选单列里面 找出里面 找自己的 在 我们程式选单里面 也会有 我们所需要的 档案总管 那我们这个 程式选单 在我们程式选单里面 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有一个档案 好 再复习一次 档案总管的启用 在DASH工作列上 你只要点一下 他就起来了 万一这边的不见了 你可以在DASH里面 直接输入NA NA 两个字就够了 事实上我们是NAU 我会习惯打NAU 在DASH里面 通常我们打两个字 就会看得到 那如果这两个都不是那么容易 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的程式选单里面的 附属应用程式里面的档案 你可以找到 那你记得如果是档案总管 你也可以在DASH里面 打中文字档案也可以 那一般会建议你了解 你所运用 所执行的程式是叫什么名字 我们叫NATIS 这是一个档案总管的介绍